天气越来越凉了 家家都要开枣皮冻了 别再用老方法做了 今天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按照我这个方法 做的那个皮冻 扣量十本的 就这小菜 你要再淡点小分酱 那没谁了 老好吃了 猪肉皮冷水下锅 来点料酒去腥 更快的给它扎一扎 能扎动了就给它捞出来 放入凉水给它投凉 猪皮去毛 去掉多余油脂 改刀给它切成宽宽的窄条 放入盆中加少许精盐 加入少许温开水 这个呢 一定要给它反复搓洗一遍 给它搓洗干净的 这一步特别关键 如果你不像我这么做 熬出了皮冻 它不会是透明的 给它洗成这样就可以了 一碗肉皮 两碗半清水 加入少许食用盐 扣上锅盖 小火蒸它一个巴辣点 蒸好以后给它放两次定型 皮冻你就像我这么做 别记有多好吃了 这道菜你就像我这么做 老好吃了 你要是学不会 我滴了两斤肉皮 上你家 交费你